魏晋时期正逢万事,朝廷昏庸黑暗,而世道也相当残酷,很大一批文人才子因为入室无门或者对时局失望透顶,于是干脆选择了放飞自我,这个时期的竹林七贤就是这种风流才子的代表人物,他们自以潇洒,行为无拘无束,将自己的抑郁和财气全都寄托在了酒中。 这竹林七贤就没一个人不续酒的,但是要说他们之中谁最因为饮酒出名,那还是非流灵莫属,甚至直至今日都有一种酒叫做流灵醉,但是流灵这样成日醉醺醺的也给家庭带来了很多麻烦。 于是他的妻子在忍无可忍之下就将他一脚踹进了酒缸,没想到流灵爬出来之后说了几句名言文明后世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虽然流灵酗酒,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,如果没有意外的话,流灵其实是能在朝廷之中大展身手的,毕竟他也出身于光幻世家,流灵的父亲在魏文帝曹丕统治时期曾经在朝廷中当官,并且他还是在大将军司马懿手下干活的,因此即使仅仅是蜀官也很有地位,备受曹丕恩宠,但是不幸的是。 在流灵童年的时候,他的父亲就去世了,流灵也就只能凭借着父亲去世之前的官职和恩宠,在长大之后继承一个无关要紧要的官职,但是仅仅是这样,对有着真才实学的流灵来说也不是多大的事,让他逐渐远离官场的,其实有两个主要原因。 首先就是遗传,流灵的父亲本身就其貌不扬,身材也不算挺拔,而流灵几乎放大的父亲的所有外貌缺点,不仅容貌丑陋,身材还很矮小,要是在魏文帝曹丕的时候,流灵还不一定会因为容貌被挤兑,但是可惜的是。 后来继位的魏明帝曹瑞是个妥妥的严控,大臣不一定要有才,但是一定不能长得丑,于是流灵就这样因为丑陋的容貌得不到被重用的机会,于是干脆放弃了对从政抱有幻想,开始沉浸于民事风流的态度中,反而因此名声大噪,而另一个原因就是流灵的信仰,尽管未尽时期玄学风行,道家思想也在文人雅士的追捧之下迎来了复兴,但是这仅仅是明民间而已,朝廷上还是重视如今。 而流灵偏偏偏又是个坚定的道家信仰者,他那么潇洒放纵,其实就是信奉道家无为思想的一个表现。 而世九更是对抗儒家严格要求君子的表现,只是自己推崇道家也就算了,流灵竟然还将老庄思想带进了朝堂,近五帝司马炎时期,他本来好好当着参军的贤侄,应朝廷的传召进宫接受侧问,然而他竟然当着皇帝的面夸夸其谈,朝廷应当学习老庄思想,通过无为而言, 而治让社会自由发展,你说朝廷不排斥他排斥谁呢?结果当然是惹恼了皇帝。 近五帝当即就下令撤了流灵的所有官职,并且今后再也不许他入室,可以说流灵欲不得志,纯属是自己做的。 然而流灵虽然试图坎坷,但是在当时,绝对算是文人非常追捧且名造一世的名士,他和姬康、阮吉等七个名士因为隐居于竹林之间而被人们称为竹林七贤。 在当时,他们的那种追求自然放纵的生活态度,简直就是人人追求的风尚,言行举止越是疯癫,越是被人们认为是真名士。 而流灵因为长年酗酒,基本没多长时间是清醒的,因此在醉食总是行为毫无规矩。 从而留下了很多人们崇尚的典故,有的时候,流灵喝醉之后耍酒疯就会脱得赤身裸体在家里大摇大摆。 有的客人为此耻笑他不知羞耻,流灵却反过来将了一军,他说,我以天地为洞宇,巫氏为昆衣,诸君河为入我昆中。 意思就是说,天地是我家,我家是我的裤子,你们大家为什么要到我的裤子里来呢? 相信大家看到这番话都觉得离谱,但是这正是流灵的人生态度,在古时候那么重视身后世的时代,流灵甚至能为了喝酒将生死置之度外。 他经常带着树坛好酒,乘着路拉的车到处游玩,仆人扛着铁锹跟在后边,人们问流灵这是为什么,流灵毫不在意地说,死便买我。 意思就是说,如果我走到哪死了,那就就地把我埋了吧。 这种生死观在古时候相当惊世骇俗,却被当时的人们追捧为清高傲视的明示态度,但是流灵这样的生活态度也给家庭带来的非常大的困难。 她的妻子在当时也是个财女,尽管丈夫的放浪行还受人追捧,但是她作为家人却看不下去,尤其是流灵如此酗酒。 虽然因为流家有一定的财富积累,不会导致穷困潦倒,但是一直这么醉着生活要怎么办呢? 妻子为此相当担忧,劝了流灵无数次,但总是会被流灵对生活、对生死毫不在意的态度气得蹊跷冒烟。 有一次,流灵因为太过放纵得了风寒,终于变得没精神造作了,妻子也终于舒了一口气,心想丈夫终于能安生一段时间了。 结果没想到流灵还真是不要命,都病得起不来床了,还偷偷让仆人给自己弄来了一坛酒,抱着酒坛在地上,喝得鸣鼎大醉,妻子见到之后终于忍不下去了。 怒气冲冲地将流灵一脚踹进了酒坛中,随后三天都没再管过她,想着她愿意死那就让她醉死拉倒吧。 然而流灵命还挺硬,幸亏那酒坛中只剩下一点底,让她侥幸没被酒水淹死,只是在酒坛中昏睡了三天,但是在第三天彻底酒醒之后,流灵却突然像是变了个人,她感觉到了自己这次重病还酗酒,结结实实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,而她即使平时说着死变卖。 但是真的到了差点死的时候,却还是无比后怕,于是和她赶紧整顿精神找到了还在生气的妻子,妻子看到了丈夫这副酒围的神智清明的状态,知道丈夫是彻底酒醒了,于是哭道,你怎么不去死啊? 你不要命就扔下我和这个家去死呗。 流灵这才知道妻子这些年来因为自己酗酒受了多少委屈,为此感到非常羞愧,于是后悔地说道,一股直见,二憨失声,三逆明媚,四持自考,意思就是细数她的罪过,一是只管自己不顾家人。 二是糊糊涂涂浪费人生,三是沉浸于黑暗,不愿面对现实,四是这么迟才开始自我反省,妻子听完之后就知道丈夫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,于是鼓励流灵从现在开始借酒好好过日子也不晚,流灵这次确实下定决心了,反省完之后就和妻子一起将自己从前喝酒的酒杯酒坛全都砸得粉碎,从此再不酗酒,事实证明,即使像流灵这样人人追捧的酒鬼名士, 也能痛改前非,那还有什么是不能改正的呢?如果不改,就是因为没有真正撞南墙,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。 流灵之所以被称为第一酒鬼,就是因为她年少时期,虽然内向且不善言谈,但由于与阮吉,姬康两人关系甚好,而且流灵对于饮酒没有克制,而且自由散漫惯了,经常被人戏称为醉侯,但流灵无拘无束,追求自由的态度让旁人羡慕, 而且后来流灵还当上建威将军参军,追随司马延去了,当司马延问到她,政治上若是如此,该是什么样的治理方法? 流灵不假思索回答,自然是以老子推崇的,不过多去干预管理民众,让人民自我发挥,这是无为之志的中心思想。 司马延听到后怒法冲冠,因为道家的无为而至,是被朝廷认为是无能的一种思想观念,于是司马延认为流灵并不适合为官,就将流灵被罢免,被罢官之后,流灵并未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, 整天就是像一缕孤魂野鬼,四处飘荡,寻求自己自由洒脱的生活,时常驾着路车,路车上尽是酒香四溢的美酒,一边驾着马车一边陶醉,酒后还大放豪言,以地作为房屋,将这房屋作为我的裤子,为什么你们要跑到我的裤子里来? 有些人还在流灵家中,遇到裸露着身体,醉得一塌糊涂的流灵,但当时的那些文人默克,觉得流灵这样与众不同的行为,颇为欣赏,并且令人震惊的是,还纷纷进行效仿,竟成了一种流行的高尚行为,与流灵一样爱酒的,还有他的挚友软吉,当时软吉与流灵喝得大醉,流灵一时兴起,写下了酒得诵,里面歌颂了以竹林七贤原形化身的先生,淡薄名利, 不与这世俗同流合污,放眼望去,这个世间都是任由自己无忧无虑,随意散漫的样子,如此之随意洒脱,不用烦劳生活琐事,还能肆意喝尽美酒,说明流灵家中至少是不愁吃不愁喝,但因为他太爱喝酒了,于是这家中的妻子非常的无奈,每天都想着能让流灵戒酒,有一天,流灵的妻子见到流灵眼冒绿光,四周翻找着什么东西,妻子一看就知道流灵喝到已经猛圈了, 于是气从中来,就将流灵手中端着的酒壶摔在地上,瞬间就摔得支离破碎,酒壶里的就也流得到处都是,流灵一看地上流出的酒,第一反应竟然是用舌头去舔,妻子急忙拦住他,并且怒吼,都这个时候了,真是喝迷糊了,再这样下去你马上就会一命呜呼的,流灵被这声怒吼,吓得醒了神, 于是就答应妻子会戒酒,妻子自然是不会再一再二,相信这番话,流灵为表决心,跟妻子讲,我现在为了戒酒,需要祭祀神明,请求神明的庇佑,帮我准备祭祀用的东西吧,妻子听后,转身就去准备祭祀需要使用的物件了,只剩流灵待在原地,看着妻子远去的背影,流灵马上跑到屋里,拿出一个小碗,走到酒缸面前,准备畅饮一番,没想到,妻子杀了个回马枪, 看到流灵刚说完戒酒,转头便大口大口地喝酒,一气之下一脚把流灵踹进了酒缸之中,酒缸中的流灵,没有挣扎,反而是醉在其中,肆意喝起酒来,喝完还准备爬出酒缸,大声喊道,还有谁? 这句话,刘灵想表达的就是,自己自在畅快,逍遥自由地抒发之情,没想到在后来当今曾经的一名电竞选手卢本伟,也说了同样一句,还有谁?来表达自己对于自己电竞精湛技术的自信